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农忙的时候 我头顶着猎人脚下忍受着马黄的叮咬 每天在水田里劳动十几个小时 农村的生活很艰苦 但磨练了我的意志 我爱农村 也爱农民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1978年改革开放 是中国的一个新的起点 新的生活 使我有了创作的灵感和冲动 于是我就开始构式流逝的这幅画 没有改革开放 也不会有我这张画 改革开放 让我有机会来到北京 我有了更大的平台 我也有经济能力 专门为这张画 盖下这个七百匹的画室 同时改革开放 国门打开 我有机会走出国门 世界上的名画三文字我都看过 我有了世界的眼光 丰富了我的创作思想 留住这一段历史 是让人们更加珍惜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2006年我开始动作 当时大家都觉得我疯了 没有人相信我会成功的 因为这幅画实在是太大了 冬天 我们这零下十八度 夏天最高四十多度 我都坚实地作画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没有国泰民安 就不可能有这张作品 我的话还在继续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来着参观 其中包括中东地区的名字家 他们说只有在安定的环境上 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改革在继续 我的话也在继续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我的这幅画也会越画越好 咱们良好和一好 祝福祖国更美好 大家看 我们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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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团队 我们的联系 都必须 要是 你的联系 对 我来也不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